可能没有学得很好 我们也不会讲的非常非常的深入 但是至少要简介一下 那OK HTML的网页基本上你看一下这边 你就知道这个就是HTML的网页 那这一段呢 HTML一定是会用HTML这个标记开头 OK 一开始会有个头 那头里面会放一堆东西 包含它的标题是什么 然后有哪些CSS的那些格式 然后接下来呢 头结束 那所有的HTML的标记都一定是 Head开头就head结束 但是结束的地方会加一个斜线 OK 会多加一个斜线 那所以body开头一定也会有body结束 然后加个斜线 那DIV开头就会有DIV结束 但是有一些呢 是不用结束的 有一些是不用结束的 像 这边来看一个例子 像IMG 影像 影像这种东西呢 它就不需要结束符号 但是呢 它后面会加斜线大于做结尾 OK 一般都是直接大于做结尾 但是如果加斜线大于代表这个标记呢 不需要结束符号 OK 好OK 那所以HTML其实 其实看起来有点格式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不是那么难 那另外HTML里面有一些特殊字元 像如果你要在HTML里面显示大于的话 或小于的话 你是不能直接写大于小于 因为会跟这个冲码 会跟这个冲码 所以呢 你要改写成LT NGT LT GT代表是那个小于和大于 可以用双冒号然后再用大于符号 双冒号再用大于双冒号 或者干脆就是 就单纯加一个字的味道 你说用斜线之类的那种表示法 HTML它里面的字元就我所知 都是用and 当成那个跳出字元的 然后用这个惊叹号做结尾 那所以呢 中间只要是 只要是 就是 中间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这个 这整段是有意义的 它就会以特殊符号来解读 那有一些是直接可以把unicode的码 直接写在这个里面 用u什么 多少 那个packs 有一些是会这样 至于其他的 其他的方法 至少我不晓得 我只知道有这种方法 那 还有没有其他种方法 我没有办法非常确认 不过这样通常够用 通常非常够用 好 ok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ok 这里有一些 有一些特殊符号 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个 那另外 其实HTML 这个spam 其实是个方块 div也是个方块 然后呢 ul 这个代表说那个namelist开始 就是一个一个列表 列表开始 但是不是表格 是列表 是一点 第一第二第三点 列表 然后呢 HREF 这个是超连结 超连结 好 那各位这样看 会觉得大致有个印象 但是不知道到底它真正的写法是什么 好 因为太乱了 你直接看原始码太乱了 所以呢 我们还是从基础稍微看一下 好 那我建议各位 上w3school 这个是学HTML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网站 那你要学HTML CSS JavaSplit 都可以从这边学 在query也可以 那 它大部分的技术都有 跟Web相关的技术都有 那现在其实 SML 等于是HTML的一个语义版 那 它之前被夸张的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事实上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只是 只是 它只不过是一个交换格式而已 那 不过 SML帮了我 几件事 就是 当人家把它夸张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时候 你对那个东西很熟 人家就会觉得 嗯 那 那我一定要把你找进来 那所以 所以之前 其实我在博士班 四年级的时候 我去松下音程 他们 最主要看到 想很想要我进去就是因为 我是做SML的 的 检索 所以他们那时候觉得 这个东西是 未来的期视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能够混进去 这样 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 就是 这是他们看到的点之一 好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HTML 那后面你会看到 又有一个HTML5 这是HTML第五版 那为什么特别把它标出来 为什么不标一二三四 只标五 因为HTML第五版做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特别形成一个新的技术环境 那CSS3跟HTML5是搭配的 所以 CSS是跟HTML搭配吗 那CSS3 特别 对HTML5的部分 有做了不少修改 所以 他也会被独立出来 好 那JavaSquit 因为在HTML裡面 要做互动性 只能靠他 所以 这个 那基本上我们这一门课呢 就靠 主要是学HTML GSS跟JavaSquit 然后呢 还会另外加NodeJS 但是这里 就没有教你学NodeJS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的HTMLtutorial 其实我觉得他写的蛮好的 而且呢 他有一个环境 蛮好用的 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打 然后呢 就看 诶 这边会显示出你想要的样子 那只要你按Submit for 就可以 那我这边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 那请注意就是 HTML的标记 大部分都是 有开始就要有结束 很少数像IMG那些是 所以不用结束 那你会看到这样没有改变 对不对 按一下Submit for 就看到这里改变 OK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做试验说 那我这样HTML写了之后 他旁边显示 就是会显示出来会长什么样子 甚至你在这边 这边加CSS 应该也是OK的 内签的CSS 外部的CSS 应该也OK 可以试试看 好OK 所以这里是HTML的 请说 那他会牵涉到HANA背吗 诶 你可能必须要先把自己的CSS 可能存在Dropbox上 把那个连结写在这里 诶 你可能没办法直接写在这个网站里面 对 那 那当然如果那样用的话 不如在自己的电脑编辑就好 就必须要靠这个 那练习啊 对啊 只是这个比较有互动性 让你觉得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 但是 这个通常只能做小小的测试而已啦 你真的要做整片大的话 还是最好是 最好是能够 直接用浏览器去看 那像这个 我随便写一个 写一些啦 像UL OK 然后LI ITEM 1 好 像这样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个 那所以 HDML的语法 我们其实都 大部分都蛮熟的啦 那你 你们可能比较不熟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用了太好的工具 没有 没有 后来那个 来 请说 没有 后来那个 赵宇小老师上来之后 就很清楚 OK 他就没有 没有用那个产生工具 就是直接这样子 写嘛 没有 其实 权宇小老师他当时上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W3C在上 哦 也是用W3C在上 那应该OK啊 有啊 有啊 他这个开展给你看看而已 真的吗 有 他后来有这样一行一行的啦 哦 这个就是怎样啊 少一的 哦 你看打 打二坎 没有吧 哈哈 大家的认知好像 差异很大 像 他妈也没有用去做梦 梦到了 你觉得那老师 真的不可能这样子 做梦梦到了 哈哈 大家对某本课的认知 差异实在太大了 好 好 那再举个半译 哈哈 像表格啊 很常见的表格 好 像这样是一个表格 我们把它射出 哦 看到 OK 121212 对 那你会觉得这个表格实在是不太好看 那 好 boulder等一 就有宽宽 对 那其实他还是很不好看 这种boulder实在是很丑 这是 嗯 加上style style就是css 的东西 那 宽度 好 例如说 90% 他的宽度可以用百分比 那 这样 OK 他就变成 这一个 这一个主页的 百分之九十的宽度 OK 那你可以 用这种 属性去操控他 让他决定说 OK 我到底 应该多宽 好 我也可以写一个绝对的值 比如说 30 不要30 30太小 100ps 那就 宽度就是100的点 OK 甚至呢 我可以用 三 三个em OK 那em是他们的一个单位 cm可以吗 cm我好像印象中好像不行 可以 那 cm也可以 cm不公分 那 所以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 方式去定他 你甚至可以定颜色 那 比如说 style 然后color 这个 现在变成突然跳到css 所以 你 你会觉得 很奇怪 明明是讲html 为什么 为什么事实上他是css 因为这三个技术是合为一体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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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blue 变蓝色 他了 那 所以 那这边 background 当然 这样会很丑 对 你可以 用 这种style 就是css的属性呢 去设定 好 那 那 background 变成 red 变成black 那 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用蓝色根本不对 所以 你要用white 或yellow 就很清楚 ok 那所以 html 你 其实 学 网站设计 你 第一步 要学的是这个 否则的话 你连这个画面都排不出来 他画面排不出来 就是 这是整个网页输出的基础 你最后 我有了webserver 你送什么讯息给我 我传什么样的画面给你 这就是web整个的运作原理 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传 传什么格式给对方 那你web当然就没办法 开始 写 那 有几部分 一部分是 我传回去的格式 这呈现的部分 那一个是 你传过来给我 我要怎么对应 从资料库啊 或者是哪里去取出来这些资料 然后再传回给你 这个是你内部的处理的部分 好 OK 那这个是我们 我们 建议各位 可以用的一个网站 W3Score 好 那 HTML 其实说简单很简单 说难 也 也是有点难 因为 广义的HTML 其实是包含JavaSquid 那包含JavaSquid JavaSquid 现在其实已经变得相当复杂 包含它的韩式库 其实是已经有点相当复杂 而且还要考虑到 各个浏览器的表现 那就有点像现在Android的那种状况 会有点蛮复杂 好 那这里HTML CSS JavaSquid 在W3Score里面都有 好 那我们可以稍微 这样来变一下 那我就利用 我就直接利用 刚刚的这一个 Try这一边 我们来呈现一下 这样就只有Hello 对不对 那 这样呢 Hello Yahoo 请注意我们打了一大串 结果只多了 只出现了一个Yahoo 而且呢 这个有下面有限是什么意思的 等下去 它会真的跑太阳路 可是 为什么还没跑过去 是因为网路的关系吗 我看一下 我在新分页开啊 新分页有 它可能 不让我直接跳过去 它可能有做特殊处理 不让我直接跳出去 好 OK 那如果我用 在新分页开 OK 它就会跑到那边去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网页 它其实 这样按下去 它就转过去了 这边 来 我现在 顺便 告诉各位 一般的测试方法 如果我们不靠 Wsize Google的网站 那我们的测试方法就是 好 我把这边呢 存存档一个叫 比如说test 好 html的副档名通常是 点html或点html 那这边的图示是用IE哦 我不太喜欢 我把它换掉 我换成用clone来 开 OK 那我们把它编一下 就直接贴进去就好 好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打开它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点过去 就转到Yahoo 再点上一页就回来 OK 那这 这个就称为超连结 超连结大概是html 最大的特色之一 不过这个超连结 其实也是 当初 贾伯斯在做那个 视窗的LISA的电脑的时候 然后 全路的PAK实验室 他们所偷出来的 众多东西当中 超连结也是其中之一 那事实上超连结在1968年 就被发展出来 1968年 发展出法属的那个 团队的那个教授 和英格巴特 叫英格巴特 那他们 他们就同时发展出了 类似超连结的概念和滑鼠 OK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重要的影响 是 其实不是不是html 才提出来的 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 已经很久 他把它用到这里 用到网路上 好 那这是超连结 所以请注意 他的语法是 A HREF A 空一格 HREF 这个空一格 这后面都是属性 你可以一直写 那但是这个 A叫标记 就前面的这个都是标记 那如果标记的 大于前面还有跟着东西 那个都是属性 OK 好 那这里呢 你其实 以刚刚这种排版 你会觉得 好像平平的 有时候没有层次 那如果要把层次强调出来 你就可以缩排 跟写层次一样缩排 那如果用层次强调出来的方式的话 那HTML里面包了head 还有body 那head里面包了meta 这个meta呢 是用来告诉浏览器说 我现在这个档案 是用什么编码方式编的 我传回给你的码 是用什么编码方式编的 那如果你写meta character set charset 这个才就是在告诉他说 我的编码方式 meta只是说 嗯 这是 这是 附加讯息 哦 metadata的意思 附加讯息 就是描述讯息 那 character set 就是说 那它的字元集 是用utf8 OK 之前其实 这一串要写很长 现在简化了 就写这样就可以 好 那 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 就是 你 如果浏览 如果你没写这个浏览器 有可能会辨认错误你的编码 如果他辨认错误你的编码的话 那就会 就会产生这个现象就是 选错编码 好 像我已经告诉他是utf8了 那他就不会选错 但是呢 如果 如果 如果我没告诉他 他可能乱选 那 结果就出现乱码 所以你 看到很多会 网页会出现乱码 原因可能是 他这个写 没写或者是写错 没写或写错了 就会造成出现乱码 好 接下来呢 body这边 这一般的文字写进去 然后超连结 那请注意一件事就是 我在这边有换行 对不对 Hello你好有换行 然后Yahoo 但是呢 到了显示的时候 其实他 不会换行 稍微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下面 这一个网页显示的样子 Hello你好 直接就Yahoo了 没有换行 那 这一点也是HTML的特性 就是说 他里面的所有换行 空格之类的这种 这种符号 其实他都会被忽略 OK 所以 你不要想说 你的文字党里面有换行 你网页看起来 就会有换行 不对 网页里面要换行 要用另外一个标记 叫BR OK 叫BR 举个例子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这里没换行 对不对 我加个BR BR R 其实你不写这个也可以 但是最好是写 最好是加斜线 只要是那个没有结束的 就最好加斜线 那这种正规的方式叫S-HTML 因为HTML在演进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 它的容错性变得很高 容错性弄得很高的话呢 每个浏览器 的解读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 每个浏览器去解释的时候 它可能有些觉得你应该要加斜线 有些呢 却允许不下斜线 它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所以最好还是用标准的 类似S-HTML格式 那S-HTML是企图把 HTML4以前的东西呢 给 格式标准化 OK 但是S-HTML其实有点失败 因为到了HTML5之后呢 它的规定是非常非常弹性 那非常弹性的结果 其实是它完全允许这种不需要加的 那也可以 一般来讲 你这样写也不会出问题 OK 那但是我的习惯是都会加 加一个让浏览器 尽量不要显示格式出问题 OK 所以建议是加了 好OK 那 前面这个DogType 这个是告诉它说 这是一个HTML档 因为也有可能是纯文字档 也有可能是其他格式档 但是 一般来讲 不写 通常不影响 但是 标准的写法是应该要行 标准的写法应该要行 好 那你可以用 如果你用Nopay++的话 请注意哦 这里有一个特性 我来做一遍给各位看 你就会知道 我在这个head上面 我加UTF8 OK 这个其实不用程式也没关系 你可以这样子也OK 那可是呢 这里就会有问题 我现在是纯层UTF8 没错 如果我这样呢 我加点中文 因为中文才会比较容易出现了 哪个问题 好 我加点中文哦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告诉他UTF8 这边却纯层NZ 好 我把它纯起 纯层NZ 这边告诉他是UTF8 那会怎么样呢 好 再看一次 重新整理一下 乱码 为什么乱码呢 因为 他会认为是NZ的方式 NZ的方式 呈现出来这个就错了 所以呢 在这里如果我们硬把它弄回来 我不确定会不会成功 NZ在我们的平台里面应该就BitF8 OK 就好了 所以 是他选错了 是他选错了 那 变成我要强制去把这个编码的问题 用手动的方式处理回来 但是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 代表说你这边存成UTF8 结果你把编码存成NZ 那就错了 请你如果这边写UTF8 这边一定要存成UTF8 如果你存成 如果你这边写BitF8 那你这边就存成NZ OK 而且所谓的NZ呢 是根据不同平台不一样的 他其实是 后来有一个规格叫ISO8859之一 就是用 用来容纳各国的NZ的标准 OK 但是 勢必比较凌乱 因为ISO8859之一 那你就必须要了解各国的编码方式 好 所以这边 请注意 最好 最好以现在网路上的 通用编码格式而言 UTF8是最常用的 所以尽量存成UTF8的格式 就不会产生错乱的问题 好 OK OK 所以呢 我们有超连结了 那点了会跑出 跑过去 那 那 如果要标准格式的话 最好是用这样 加这个 然后 可以 加CharacterSet 好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格式的话 像这个 换行 BR 鞋体 初体 鞋体是用I 初体是用B 但是这个在HTML里面 HTML5里面 其实都建议 这些标记要拿掉 都改用CSS去处理 所以他HTML5里面 是建议这些标记要拿掉 但是其实现在都还可以用 不过 既然人家建议要拿掉 就尽量不要用这种 会比较好 好 那 改用CSS 然后你 你这一个 就 就用 用一个 一个 标记把它标 标 标起来就好了 好 那 里面再用CSS去处理 好 所以这些 I B Strom EM 这些都还可以用 上标下标都还可以用 但是 呃 新版的会建议 尽量 采用CSS的方式处理 好 那我现在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的结果 好 一般字体 然后斜体 粗体 明显 强调其实它也是用斜体去处理 绿色 好 那你也可以 加CSS 去改变 好 这是上标 有没有 它上面一点 下标 下面的一点 好 所以这是 呃 有关于 一些 斜体啊 之类的这种 特殊字体 那另外 很常用的是标题 标题 有六成 从 H1 到H6 OK 那预设呢 H1 是最大的 然后H6 是最小 但是你也可以用CSS 把它反转过来 CSS 任意指定都没关系 那当然没有人会这样做说 让H6变最大 H1变最小 这样很奇怪 没什么意义 嗯 那会 会导致错乱 所以 通常还是会跟它的语意相符的 不会弄个 让你叫完全错乱的排版方式的 好 那title 放在head里面 这个就是网页标题 网页标题会显示在哪里呢 欸 我们 我们来 给个例子 我把这个 那这边放一下 直接再 加在这里面 好 然后呢 这个title title 加在head里面就可以 ok title通常我们会放head里面 虽然你放body里面 他好像也可以 但是 比较标准的写法 应该要放head里面 好 那你就会看到 ok他 这些第一段 第一层标题 第二层标题 到第六层标题 一个越来越小 那另外是title 这里 我好像没看到他的title 如果是IE之类的 他通常都会显示title 但是 是 在书签 在中间 在中间 最上面那个 分一的 哦 这里 网页标题 对 对 好 这样反而容易 放掉 他其实放在书签上面 好 那 ok 所以 所以你 你如果希望 人家 人家 在这边 就可以看到你的标题的话 就把标题写在title里面 好 那 接下来影像的话 就用ing src 等于什么 就可以 那 这个等于什么 就是影像的网址 你可以用 如果在同一个资料夹底下 那就直接写就好 如果在别的资料夹 那你就要用相对路径 或者是绝对路径 去指 那 像这里 我有放了 一个 案例 看一下 还能不能用 哦 这个档案 显然被我搬家了 要 再 处理一下 好 那 影像我来试一个 我先把 随便找张影像 来 找张图片 可以把它签进来 用图片 然后呢 要找什么 black 国旗 那就这张 国国旗 把它的图片 不要 其实不需要另存 我们直接造访 查看图片 这就是他的网址 SVG SVG 是一种可伸缩的那种图片格式 它叫 SCalensa Vector finance 好像是这样 那 它 是一种可伸缩的图片格式 意思就是它跟 JPEG或BMP 那些是不一样 是点证图 JPEG BMP 是点证图 这种可伸缩的你放多大 缩多小 他几乎都看起来还是很好 当然各有各的好处 不是这种一定比较好 这种是比较适合你 比如说你用PowerPoint画出来的那种东西 或用Inkscape OpenSource有一个叫Inkscape 那你画这种就是向量字体 也是这样做 向量字体也是 各位在用那个Word的时候 你在用Word的时候 是不是 如果我今天字体是向量字 那我放大的时候 他他还会还会是蛮漂亮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字体是非向量字体的话 那他就会放大就会变得很丑 这个现在好像都是向量字体 那如果非向量字体 之前比较一些非向量字体的话 你放大就会 就会看起来一点一点 那种就是点阵 那但是这种SVG是向量 不太一样 OK那我们就把这张图给签进来 签进来 签到这里好了 好 习惯加斜线 好OK 那重新整理一下 这张图就进了 OK 所以 其实 HTML比写程式简单多了 好OK 那接下来表格 但是HTML虽然简单 比较不好的是 他很繁琐 你要打这么多字 然后一直大于小于大于小于 很累 虽然他看起来是简单 但是很累 累了 所以其实现在写设计网站的人 很多会采用 像JED JAD这种格式 那种格式会被 被转成HTML 好 那他有一个模板引擎 可以把 帮你把JED转成HTML 你就不用打那么多字 好 那项目 就是 没有 没有1234的那种项目 叫做UL onOrderList 就是 没有顺序的 清单 那 所以用UL 他是没有顺序 没有变号的清单 会出现像这个样子 点点 那如果是 OrderList OL 的话呢 就会变成这样 这样12 OK 好 那另外一种是 先不要讲表单 讲下去的话 先让各位把上面的稍微练习一下 上 上这个 W30 Google 稍微用一下他的Try it yourself 稍微练习一下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东西 那等你稍微熟练之后 我们再来讲表单 OK